男人自愿割掉自己的一颗蛋黄送给妻子 用来表达对妻子的忠诚 这个部落的规矩是 只有经历过这一刀的男人 才有资格走进婚姻的殿堂 酋长会亲自操刀 把石头磨得特别锋利 这样一刀下去蛋黄就瞬间破窍而出 这一时的男人不是脸色发青 就是直接晕了过去 为了让整个过程更有效力 酋长还会在手术前为他们准备一种特别的植物 这种植物的麻醉效果虽然比不上现代的药物 但总比直接动刀来的稍微温柔一些 运气差的小伙可能当场就告别生育能力 能活下来的至少也得半年时间才能走路不缺 而女人们对此特别支持 这种鸽蛋黄的操作不仅能秀恩爱 还能防止老公婚后出去做妖 每年春天渡门开始发情 部落的男人们也蠢蠢欲动 求婚的方式非常简单 只要答应婚后动刀 妹子就立马嫁你 手术前一周小伙子们会被关在小木屋里 静心养性 减少饮水量 防止因为手术后内疾影响恢复 虽说部落现在也有和外界的联系 但酋长坚持复古风 手术刀不用限带的 就得用它那块祖传神器 他还说如果一刀割不开 就用石头砸效果也不错 为了降低手术后男人们的死亡率 他们用一种带麻醉效果的植物帮忙减轻疼痛 他们掰掉根筋直接放嘴里脚 虽然这种植物不如现代麻醉剂 但也比直接割墙多了 每年这个时候 部落会成为外界媒体的关注焦点 那些外来的记者总是难以置信 明明已经和现代社会接轨 为什么还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进行割离 酋长对此只是淡淡一笑 他认为这是一种传统不能轻易抛弃 有人会在最后一刻想反悔逃跑 但被抓到就直接乱棍打死 于是大家只能硬着头皮上 强人恐惧脑补自己割离后的幸福生活 随着部落的乐手吹向松弹区 酋长掏出那块神器开始手术 一刀下去 但黄破壳而出 小伙也直接晕倒 接着树枝被用来充当缝合针线 如果有人运气好断了胳膊 那就直接抄起石头砸 酋长还特意邀请摄像小哥来体验一下 看待什么较真男人 事后父亲们会小心翼翼地将昏迷的儿子背回家 男孩依偎在父亲肩膀上一声不吭 可能是疼得说不出话了吧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男孩会在家休养生息 所有家务活全交给未婚妻打理 毕竟这是他用蛋黄为代价换来的休息 当他身体恢复了 部落就会举行一场盛大的篝火宴 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们觉得这招能提高婚后的忠诚度吗 你敢不敢挑战一把真男人仪式呢